第四位 郭文貴 第四位 郭文貴 第四位 郭文貴 大家好 我是郭文貴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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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港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門票現已發售 年初五年初六 只演兩場 票價是988 六88 三88 表演場地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樓 買票可以去快達票售票網 和通理琴網 要買就快點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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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哥仔 搞甚麼 我在找動物在哪裏 甚麼動物在哪裏 甚麼 今天是25號 我在動物射馬購物車在哪裏 不是一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可交的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是虧了一閘 原來是新玩法 又是月尾 借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交月費 沒問題 拿去 再收到 本土最前線 今天非常難得 能夠在1月1日和大家做節目 也請到兩位香港港獨派的代表領袖人物 有陳家駒 就是學生獨立聯盟的召集人 也有鄭俠 各位好 一直以你獨立的身份 以自己個人的身份去爭取香港獨立 為何我要請到這兩位在1月1日這麼象徵性的意義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理念呢 因為我們2019年要重新出發 就要去為我們香港人獨立的路途 有一個宏觀的展望 他們也有他們由一百年帶來 我們今年生一年的一些經驗 非常之珍貴 而加上今天1月1日也是獨立遊行員節 沒錯 所以都很辛苦你們 也很感謝你們能夠抽到時間去出席做嘉賓 其實我也覺得是很難得的 因為如果今天發生了些什麼事 可能這兩位嘉賓就不能夠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一些理念 所以我也很感恩 能夠讓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在新一年裏面 在我們進入主題之前 我今早都去了探望原治區 一個高等法院 在旺角景民大衝突的案件裏面 已經認罪了 有兩條暴動和一條縱火罪行在身上 在等待判刑 我今天探望原治區 他有一些說話想跟大家說 在此分享一下 阿治區就跟大家推介一本書 就叫做《暗黑心理學》 他說這些心理學技巧是非常有效的 正正就是一些暴政 一些極權的政府 用這些手段去恐嚇人民 尤其是我們這班抗爭人士 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治區就說 即使是有效 即使是令到很多人都恐懼 但是他認為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沒錯 還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和崗位 我們可以做的 但是他就說 看到現在我們香港人 有很多同道的朋友 因為這些動嚇 而灰心 什麼都不做 他很希望在此呼籲大家 重新振作 在新一年有一個新的開始 繼續走我們獨立之路 而他的新年願望 希望其他的異事 能夠打贏官司 而他自己也希望 他的判刑結果 不會讓他離開大家太久 他也很想快些 回來我們身邊 繼續去作戰 沒錯 好 說完治區的近況 也可以說一下 一定要說的 就是我們一百年 都經常去呼籲大家 支持我們本土最前線的節目 我們也送出 有張國榮先生的白膠唱碟 現在已經送出了 很感謝我們的忠實聽眾 觀眾 陳先生 獲得 白膠唱碟 很感謝你這樣支持我們 也希望 新的一年 所有在座 看忍的觀眾 都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馬上進入主題 今天 1月1日 一個獨立遊行 發生了很多事 沒錯 首先我講一下 這個星期的近況 其實1月1日 這個獨立遊行 我們也想像了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可以 就著不同的事件 我可以表達多一些我們對獨立的學求 也希望對一些地區做一些支援 但是其實警察在這個星期裏 他筆下20次的時間 打電話給我 他分別是不同 中區警署、灣仔、總部 有很多不同的地區 他又會打電話給我 他問來問去 也是問一條問題 你去遊行時 會不會去公民廣場 哪裡出發 又會借一些意 就說不如你試試 我們幫你去集合些人 怕你不能集合 會用很多不同的花言考語 又想跟我說 新年快樂 好像很朋友 其實說來說去 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們 我也忍不住問他們 為什麼你們這麼緊張 打了這麼多次給我 其中一個 真的老實回答我 沒辦法 老闆要問 我就唯有聽老闆說 我找他打給他 其實只是問來問去 他都得不到他們想要答案 所以就找不同的人去打給我 那個緊張的程度 是我以前沒見過 因為我也搞過不同類型的集會 遊行 對 你第一次 甚至可能光復天星碼頭 光復東涌這些事件 其實警察他們的緊張程度 沒有那麼高 但唯獨這次 他們的緊張程度 是我有些出乎意淚之外 他們很想知道 我會不會入公民廣場 又會想知道我去哪裏集合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大龍鳳 會搞 他們會用這些字眼 當然 問你有什麼大龍鳳 對 有些字眼 我想他們可能會用他們的字眼 即是用對黑社會的方式去對待我們 對 那些字眼 我有時都會清理一下 你想說什麼 我有時介紹 我都會認真回答他 其實我們都是做我們表達理念的訴求 獨立理念 沒錯 而且很正常地 當一個政府不能充分地被民主替換的時候 獨立的思想就會出來 其實在我們眼中很正常的事情 但在他們的執行職務的時間裏面 他們就會覺得你們一定會搞事 一定是最壞的一班 一定要特別關照 他們的電話都令到我覺得 是否需要多緊張一點 直至今早的時間 我在家裡準備物資 準備完之後便去洗澡 誰知道洗澡的時候 我爸爸便聽到拍門聲 那個拍門聲其實是比較快速、很大力 還有聽到一些… 不是友善 是的 因為我住的地方甚少有些寬頻和宣傳 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會拍門 我爸爸聽到那個拍門聲 有些戰戰兢兢的開門 看到有兩個戴著口罩 染緊毛的年輕人 他跟我說回 我當時在洗澡 我爸爸跟我說回 那兩個年輕人本身在裝惡 很凶狠地說話 就說要上來收帳 收帳 沒有帳 收帳 然後我爸爸便說 你找誰收帳 其實我爸爸也是 如果他要很認真、很兇 他也挺兇的 然後不知道是否對話奸 我爸爸好像有點憤怒 很嚴厲地問他們 之後就知不知道 那兩個疑似黑社會的成員 就說 我過來找個姓黃 收帳 你姓什麼 我爸爸說 我姓陳 他便離開了 事後我準備好我的物資 我離開了我的單位之後 在我校樓梯上有些黑色的口罩 其實就是那兩個年輕人 疑似黑社會的成員 他們應該乘上去之後 就立即戴口罩 然後就疑似去用一些比較兇惡的態度 想去令我驚怕 最後事敗之後 他就把口罩丟在校樓梯上離開了 最後我回到我樓下的那個匡奸 那裡問 我匡奸的姐姐也是新移民 也是一些人 他就說 剛才看到有兩個年輕人 是很兇的 這樣衝上來 他就說我也很害怕 所以阻止不了他 就衝上來 那個保安 叫做看奸 但他是在做保安工作 但他就說 我也很害怕 看到這些人士 可以人事 他就很害怕 放了他進來 最後他就給我一個電話 他說 如果他騷擾你 你應該打他這個電話 他就說是保安處 還是哪裏 保安經理 保安公司 其實我認為 為何要這樣做呢 最主要就是 如果發生甚麼事 我們會報警 警察其實可以跟我們說 幫你下案 就可能搞我們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最主要的獨牌人物 其實就不能參加這次遊行 其實我將這件事件 在我再通訊的時候 發現原來有不同的獨牌人物 今天也是受到 你們今天獨立遊行 是聯同了幾個 四個勢力 有鄭俠 也有香港的港民陣 香港民族陣線 以及山洞員 四個團體 就去嘗試去合辦 這次的獨立遊行 但你就發覺了 其他的這些團體 都分別是被這些可疑 或者疑似是黑社會人士 去控告 而那些他們戴的口罩 是否都是 我講 Jong可能不在這裏 我幫你講一講 他今天也第一時間 就發出幾個照片 就說見到家門口 有些都是死非仔的樣貌的人士 都戴了一隻同一款的黑社口罩 外於就是 中學林跟我住的地區是相近的 我們有些照片 不如我們看看 你可以繼續說 其實外於就是 我和中學林 其實是同一個 相近地區去住 我相信是 他們同一班的黑社會 就想去做 他們去跟我們這個事件 其實他那個反而更驚恐 因為他一落樓 就已經是佈著他 其實中學林 當時他的成員 還未到 其實我也很擔心他 但他最後都可以安全地執行 還有許小雲也是一個中學生 他之前被人襲擊過 也是被一些 疑似黑社會的人士去襲擊 鄭俠你有沒有 好像家驅一樣 有這樣的恐嚇經驗 就是一號前 聖誕已經開始有些人在樓下出現 直至前幾天開始 小弟家裡的狗 真的糊得很厲害 門口有人走過 因為我那邊唐樓沒有閘 我住在天台 那狗和糊得很厲害 我知道有點不笨 以往經驗,上次七一,我下樓梯時有國安來問我去哪裡,要不要幫忙 所以這次我找了我一個戰友,S先生,上來我觀察一下 他說見到我兩邊樓梯口,隔坐了一個黑衣人 收到封之後,我已經邀請了警察,我說有一群小朋友穿黑衣服,白狀在樓梯上 不知做甚麼,我害怕那隻腦袋 我害怕那隻腦袋,今天早上發生的 我們也有一些照片,這兩位 當時我問他,你來做甚麼 他說找朋友,你朋友貴姓,我說我住了十多年 所有人我都認識的,你找不出名字,我就覺得你白狀 他說找正逢,我記得是沒有正逢的 他說等朋友,等甚麼朋友 你是不是白狀,你是不是想腦袋 我開始拿相機出來拍他們的樣子,他們走了 我們再看下去 他下樓梯,還有三個人在下面等 這個小朋友也問他,我問你們是甚麼人 那兩位朋友是否認識的 他又說關於甚麼事 真的這樣說 我說你們是否警察 他說是呀,我是警察,你沒有嫁到梁朝偉 然後我說,你是否是武警 我這樣問他,你夠膽再說一次,你是否警察 然後他又說,說一下吧,我夠夠的 然後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要趕著去演場 所以我跟他們說,麻煩了,辛苦了你們 然後我就當即使走了 他們這五個傻子就牧送我上車 我猜他們這五個傻子回到他們老實實被人打死罰 你想想,五個傻子跟我這個四肥子 你跟不我吃傻子吧,你們 你怎麼那麼臭蟹 我們再看下去,就是這幾個傻子 就是收錢做事 就是冷一點,被人洗幾句就離開 其實還有一宗就是略仲恆那邊 就是港民陣那邊 我們再看下去,有一張是 這個是不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在我的樓梯口那裡撿到的口罩 其實就是跟鍾翰林拍的照片 就是那班的黑社會團 同一個款式的口罩 以我的想法就是 這班二次黑社會人士 其實他們的目的就是恐嚇你們 讓你們知道 今天你們要搞獨立遊行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有人去監視著你們 想我們如錦出門口 對,甚至乎像家區所說 如果你們跟他糾纏 甚至是報警 那可能讓你們 就被一個這樣的 這些愚帽仔 這些二打六 就搞到你們做不到 今天最主要 1月1日的獨立遊行 而這班人 就是我的看法 為何他們會留下口罩 在樓梯口 在樓梯位置 其實他們坐升降機上去 就一定會戴上口罩 因為升降機有閉路電視 他們就避免自己的樣子拍到 而他們離開 就快點下樓梯 閃人 而這班人的經驗非常純熟 即是一向都做開收數 可能是 即是為何作出一些理由 都是那些 輕易就答出追訴 找人 因為一向都是被別人創開 沒錯 所以很有理由相信 這班人根本就是 跟警察合作 即是黑警合作 大家不會再看到 有些很明顯是警察的人員 去跟蹤我們 是 今天 港共政權 如何打壓我們獨派的 爭取抗爭 已經去到一個 用到一些 叫做黑勢力 去恐嚇我們 沒錯 但是 我們的確有人身安全的威脅 是 這個不可以否認 就算我今早報警 由我報警到我下樓上的士 警察都沒有出現過 即是報警多久呢 大概 報警一個小時左右 這是違反了他們的服務承諾 香港 因為我樓下有麻雀館 之前有桌球室 有機店 即是住了很久 警察是脆喘脆到的 那便打了一位警察來問我 醉六階在哪 即是 即是在這裡裝不懂路 即是沒有可能這麼慢 即是我叫Pizza更快 即是香港警察 即是你們自己承認算 即是不要說服務為本 或者我們是全香港 或者全世界最優秀 那些團隊 無論我留下外賣 還是Pizza Hut 都比那些警察來的 真是我有事 即是香港警察 即是香港警察 比那些外賣仔 那 那大家也可以 有些事想說 其實說到警察 真的很快 有些人經常說 人家外國警察 辦事便很高明 可以拘捕很多賊 其實不是 香港的報案率是很高的 但他們真的會立案 因為他們說完之後 他們會說 算吧 沒事吧 不如大家多試 不如試一試 有時候 我的親戚 可能真的被人偷了東西 然後警察多問兩句 就說 你自己掉了 不見了 就想推開他 不要立案 因為很多時候 以我以前做過附警的經驗 其實很多香港警察 都不想做事 他們當日行必 派了奸份給你 他們是長期留守在警署 沒錯 即是他們會說 外面危險 他們就留守在警署 那為什麼 他們那些秦必的奸份 那些做的事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全部都作弊 所以大家看到 為什麼法庭 那麼多一些假口供 警察都給予假口供 其實他們一向都做開 好像之前有個強姦的疑犯 為什麼會在機樓室 偷了一條靈線 然後吊頸自殺 原來那些香港警察 是作為他們去巡視 沒錯 已經巡視過那個倉 全部都沒有做過 終於是因為有人下鑊 有沒有些大Sir下鑊 還未見到 為兩件吉仔餅 最多是警司 但警司是因為貪污 而不是這些 被一些虛假文書罪 所以我真的想說 其實不是香港的警察專業 只不過是他們塑造的形象 在香港沒有罪案 因為他們不去執法 不去理會 他們欺負普羅大眾 不懂法律 他們是灑走我們 即是說 這些很小事 你們糾紛 你們和解 那就不用落案去調查 因為他們不想做那麼多 努力 如果你做了 我又要帶你回警署 有六口供 然後又要找CID 他們不想做事 又破不了破案 你們看 那就繼續吧 家驅你剛才說到梁仲恆的事情 其實他那個反而更加嚴重 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的頁面 他們今天 他們應該是24小時之內 他們的倉庫被人爆開了 最更新一點 我們看Facebook 看到他們知道有五個人 就是暴住不同的期間 去他們的倉庫行案 其實這些已經是一個 我相信是一個生命的威嚇 因為假設裡面有人的時候 他爆開了 那是否怕他的容貌會被披露 然後會有生命的損害 其實這些是 很嚴重的 你現在是入屋爆洩 沒錯 即是你爆開了一個單位 而如果裡面有人 那你一定是賊人 或者有什麼企圖 可能會有一個自衛的反抗 沒錯 但如果對方爆開的話 他還要五個人 隨時就有生命的危險 一些意外出現 但也想說回 真的很感謝今天 仍然會站出來支持香港獨立的人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 政治訴求的人士 即是泛民、黃絲 他們去做政治訴求的時候 其實他們遇到的危險 其實風險 相比我們今天遇到的 都是比較低的 但為何我們要這麼多風險的時候 仍然要走出來 除了領袖之外 還有其他後面跟隨他們的人 都受到很多不同的打壓 為何仍然要走出來 其實都是我們一個很堅定的理念 就是知道 如果我們再不脫離中共的統治 其實我們香港下一代 甚至我們很快就已經看不到 我們社會的可以生存的空間 我真的要很感謝 仍然會站出來支持我們這個理念的人 其實我也很想多謝在座的兩位嘉賓 以及港民陣 還有學動 因為你們受過這麼過分的威嚇之後 你們依然堅持 你們依然要讓今天1月1日 2019年1月1日的獨立遊行 可以圓滿地成立出來 能夠實行出來 這是很大的付出 很想問一下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看到獨立遊行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比起以往的遊行 警察更加緊張 警察今次 一來到12時半已經到現場 視察環境 亦都要去準備一些遊行物資 和其他人會合 來到警察已經抓住 你們在哪裏 會衝公民廣場 哪裏會衝公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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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數回答 其他組織的事不關我的事 你自己問他 所以他們經常找你 然後他們也很緊張 立即會有這裏對街 那裏對街 叫我們小心小心 又叫我們站在東角度裏 近地鐵站口 其實已經到銅鑼灣書店 其實那裏是暗角 所以我們今天盡量爭取 即是旗的曝光率 今天遊行大致上順利 例如會有五毛拍照 反而今天來操操公民廣場 比較少 即是少一些藍絲帶 愛港力 少了 因為愛港力好像很懶 例如你昨晚Happy Hour 玩得很懶 可能中共快要爆 那些錢不夠 那些演員就不夠浪力 其實都幾奇怪 以往任何遊行 無論是港獨 或是本土 即是就這樣說 泛民都會有很多 藍絲帶 愛港力 這些流羅 擺陣 但今天呢 變成什麼呢 其實就是 可能資源調配了 他們就去了黑社會 就去了恐嚇我們 反而這些 即是一些八八嬸嬸 用來收錢 舉牌 舉完牌 或者舉完中國國旗之後 又亂丟垃圾 那些呢 他們就不請了 因為始終 你現在跟黑社會交易 給的錢 那個銀碼當然要大一點 我今天也看到愛港力 是看到他們的 但是 比一般的時間 他們的工作努力少了很多 可以說一些 平時我們看到愛港力 對上一次的遊行 都是聲援陳浩天的遊行 都是看到愛港力 他們其實是 有些 你可以估計到 他們是 只要越努力 可以推到一個欄 上到曝光率 然後可以罵到我們 他們就好像 越收得多錢 你看到他們是很激動的 但是 應該 我想他們的系統 就是改了 可能某一兩個 是他們越做得多 越收得多錢 但其他那些 其實就是 做那麼多 不做那麼多 所以 我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有很大部分 他們站在愛港力的欄 裡面的那些演員 其實他們喊完兩句之後 演員上坐在欄杆附近 其實他們也不對我們很憎恨 也會聽我們說話 我覺得挺搞笑 演員也要專業一點 但原來就是 最出名的那兩個 可能他們是 判頭 他們收完錢之後 他們要做一部 給老闆看 下面那些 就覺得是否也是那麼多 不如坐在那裡 就可以看到 那麼美國 究竟哪些人 真心支持achel Hare 他們的理念 每 она走出來走走走 看看哪些 呢 說完兩句就會坐在地下 收工 第二 question 就知道是 down下 litres 值得被人感動修齒 即是那些 口說 或是愛觀 或是愛覺 但 講不夠兩句 只要坐在下休息 但我們不同 你只是通過世界 我們是求足全場 沒錯 我們也有些相片和片段 讓大家看看今天的情況 看完今天的一些小小的片段 也有些相片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當中的旗海 不只是香港獨立的旗 是,沒錯 是什麼旗呢? 其實我們這次的十獨遊行 除了香港之外還有九個地方 需要脫離中國獨立 我們由宋時針數下來 由南蒙古、滿洲國、上海、福建、香港 大粵即是廣東、廣西、四川 還有西藏和東特克斯坦 因應近來中共的強烈打壓 將200萬的維吾爾人推入集中營 捉了他們的成年人後 他們的小孩子反而留在外面 最近有一個圖片在網上封存 就是一個東特克斯坦的寶寶仔 凍死在路邊 凍到僵了 我們看到是中國已經達到一個 敏滅人性 即是要種族清洗 我們看到中共他們 甚至迫維吾爾人做經劇 迫他們吃豬肉 迫他們不讀可蘭經 中共無論對民族 文化還是對宗教的打壓 已經去到天路人怨的地步 我們明白到中共今年2019年 在距離美國比例的90日期限前 他們是非常弱的 網上有人說是逢狗必有大事發生的 我們希望借助今年也聲援 中國裏面 被壓迫的民族 香港人亦是二之所在 所以我們今天會搞這個十六有限 如果我鄭俠未死的話 未被消失的話 我會繼續 還有說一句 我覺得習近平應該要上斷頭台 不是下台 是上斷頭台 是我說的 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犯了一些人類文明的 極度不能有接受的罪行 做完這些罪行是否沒有後果 不是下台那麼簡單 我們要去清算他們 我們要讓他們承擔自己所犯的罪行的代價 我們亦有其他的相片可以看到 大家會否覺得今天的獨立遊行 是比起以往的一些遊行 甚至乎都是比較上年 2018年的獨立遊行 有沒有什麼新的變化了 可能是人心的變化 支持者的人數之類 其實我們從上一年開始到今天 我們一直看到身邊有不同的人士 他們會慢慢加入我們那個遊行的陣線 我們看到我們的遊行隊伍是越來越長的 很多時間就是我們有時候 在前面的騎手是看不到後面的騎手 因為很多人都加入了 所以我們真的恐懼不到 實際有多少人加入了我們的騎隊 但身邊的人不斷地跟我們說 加油努力支持你們 剛才我也想說 其實在世界各地 其實現在都出現一個支持台灣獨立的聲號 就是在說 Say No to China Say Yes to Taiwan 其實由一個波蘭的電視台開始發起 到現在我們看到 有無數的國家無數人士 其實他們都呼籲台灣應該是獨立於中共體制之外 我覺得作為獨派的我們 我們香港人需要去聲援這個行動 所以我們今天都做了這個標語 我們下一節就繼續說說 今天1月1日獨立遊行的變化 以及說說我們2019年獨派的一個展望 我們待會回來